為甚麼? 我不是職業的 是1 2分之1的老闆帝赫少俠 好冷靜喔你 對嘛!這樣才對阿 對少俠我們來問一下 你算是1 2分之1的第一代老闆帝嗎?對不對 所以你看了1 2分之1的6年 這六年來 現在你記得你第一次來到二分之一強的場景嗎? 我不記得第一集 但是我記得當初的感覺 是什麼樣的感覺? 很緊張 很緊張? 很沒有自信 所以你來二分之一強是你的第一個電視節目嗎? 不是 那為什麼還要緊張? 因為我以前比較沒有自信 而且我上二分之一強之前 只上過三個其他的 每次都一次而已 所以我不是一個藝人 沒有什麼經驗 而且我那時候很沒有自信 那當時是怎麼進到二分之一強的這個團隊裡面來? 你們打電話給我說找固定班底 就是另一道床另一條路這樣 所以這六年來你看下來 從一開始開棚 我們也換了兩次的主持人 然後換了兩次棚 然後到現在 你覺得對二分之一強這個整個team 不管是藝人啊 或者是外國的大家庭 或者是工作人員 你覺得你這六年來有什麼樣的感受? 我一直被罵 嗯 那我現在比較不會被罵 嗯 那我現在在節目比較能做自己一點點 當然還不能百分之百 但是比之前好多 嗯 我們每一次在出外景的時候 在玩排行榜的時候 常常會有人在錄完影之後 會在下面就是支持你 然後就有時候你會做效果嘛 然後大家會說 呃 在這邊的我 我的那個角色 而且其實跟私底下的我 差好多喔 我覺得蠻不一樣的 對蠻不一樣的 呃 我有的時候 在電視上看到自己 會覺得那個人那麼討厭 哈哈哈哈 他怎麼會有支持者 我覺得好奇怪 所以支持我的人 然後你們真的是 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很謝謝你們 因為我覺得 那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嗯 我自己看以前 在節目上的樣子 我很討厭自己那個樣子 所以 居然有人支持我 所以真的很感動 很感激 OK 那就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和莎莎囉 拜拜 拜拜 調皮鬼不錄了 哈哈哈哈 蔡博文 嗨 嗨 嗨 我是蔡博文 我知道啦 最皮的就你了 怎麼可能 你超皮 怎麼可能 你今天做了什麼幼稚的事情 不是非得了 佩朵羅嗎 不是是你 不是佩朵羅嗎 不是 二分之一強最幼稚的外國人 就是你了 OK I have the one question 好 OK 你來二分之一強多久了 三年 三年 你有這麼資深 你需要三年 需要三年 你已經來三年了 你有這麼資深 OK 我們來聊聊 好 認真 認真 好 我一直都很認真啊 我想問一下 你還記得你第一次來二分之一強的時候嗎 記得 記得 那你那一天是什麼樣的心情 很靠背的 為什麼 因為我第一次來這邊的時候 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大家不管我 完全不管我 我是一個新來的人 然後什麼都不教我 什麼都沒有說怎麼做 所以我就坐那邊 他們就說坐那個椅子 看這個螢幕 然後就這樣 然後第一次 我們又很緊張 可是就不知道怎麼做 就是 好 好 那你來我們二分之一強 也將近三年多的時間 你覺得三年前的你跟現在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退步多了 真的 退步 退步 一直退步 不好的一強 就是一個很認真的 很正式的人 別有什麼很幼稚 你現在就很幼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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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們每一次呢 節目播出之後呢 在YouTube上面會員 常常會有人問 就是 就是說 欸很久沒有看到蔡博文啊 或者是很多支持你的粉絲 有嗎 他們在有很多 好像我有一個粉絲兩個 然後現在第一個超級 現在只有一個 對一個一個粉絲 一個粉絲是不是 一個粉絲 OK好 剩下來多的支持你的 我們以後都直接黑他 哈哈哈哈 好不好 你只對這 唯一的粉絲 有什麼話想要對這一個粉絲說 沒有開玩笑 其實應該有這些粉絲 要跟他們說 很感謝你們支持我 對 因為我開始的時候 其實 就是這麼討厭 做得很討厭 哈哈哈哈 然後很多人說 講話不標準啊 現在也不標準啊 現在也不標準啊 現在也不標準 可是有沒有好一點 沒有 那就要更感謝 更感謝你們 因為還是講話不標準 講話很快 很討厭 你們還是會受得了我 對 然後粉絲還會支持 謝謝你們 但你的魅力就是這樣 呵呵 真的 如果你突然講得太好了 我就會覺得 突然有點 不行 好啦 靠杯 哈哈哈哈 好啦 跟你的粉絲說拜拜 拜拜 拜拜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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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還沒啊 我們要來問一下 費丹尼 費丹尼來二分之一想多久了 三 四 四 有四年嗎 六年 從一開始就有了 哇 那六年了耶 對啊 OK 那我們來聊一下 六年前的費丹尼 第一次來這邊的時候 你還記得你的第一次嗎 我是說 我是說這邊 我是說這邊 你兩個要在哪裡PO啊 YT YouTube 在哪 呃 我記得 應該記得吧 你第一次來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情景 很緊張嗎 很緊張嗎 沒有啊 因為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已經有在升一些 綜藝節目 哦 所以 對我們來講 就是比較不會緊張 這個 哦 對 所以那是 其實他不緊張 是因為他很有自信 因為他 所以他不用緊張 喂 我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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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六年喔 你已經看了 二分之一牆 六年的時間 然後觀眾也看了你 六年的時間 你覺得這六年來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沒有 我覺得你還可以看 我覺得差別太大了 例如 應該是想法 比較成熟 誰 我是太太 想法 你的嗎 對啊 怎麼說 每個人的想法都會 會改變嘛 對啊 我自己的想法 可能會比較成熟 比較了解自己 然後比較 想 呃 比較明白就是要做什麼 哦 所以那你有想過 你會 你當時是怎麼走進 二分之一場 這個節目的 怎麼親來的嗎 對對對 為什麼 嗯 應該是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已經在生其他的節目 嗯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有開始 一些外國人 生 中一節目 嗯 所以剛好就是 我們已經在這個行業 那結果就是 他們又開了二分之一牆 然後 就是邀請我們 來 然後二分之一牆的來賓 嗯 對 然後就是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我們還是繼續 繼續拍 所以就是一試成主顧 就對了 後來變班底 對啊 OK 有什麼話想要對 二分之一牆支持你的觀眾說嗎 粉絲 就是說我們就是 已經在二分之一牆錄了六年啦 然後就是很開心 還有就是這麼多的觀眾的朋友 可以支持我們 然後就是看我們的節目 因為有你們我們有在 沒有你們我們就沒有在 對 所以就是感謝大家的支持 OK See you See you 二分之一牆YouTube會員開張啦 是的 喜歡二分之一牆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加入會員來支持二分之一牆喔 看完了嗎 要記得訂閱二分之一牆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想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歡迎點選旁邊的精選的內容喔 一起支持 兩分之一牆 組毛主持什麼